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哥 今天的火锅不好吃 过两天我带你去吃一家别的 我同事吞奖给我的 特别好吃 特别辣 但是还不容易上水 怎么了 你今天很反常 哪儿反常 你对邱嘉宁有敌意 而且你好不掩饰 你想干什么 那你还带他来 你还带他来 他知道你是我妹妹 他又是我女朋友 如果我再和他像以前那样树立 你觉得合理吗 我不喜欢他 我没有让你喜欢他 但是你的敌意会引起他的怀疑 你是怕引起他的怀疑 还是怕影响你们的感情 我说过我跟邱嘉宁的感情是为了获取信任的 你跟他说话的时候 你跟他说话的时候 你的语气 你的表情 不是逢唱作戏 你骗不了我 就算我想东辰感情 也不可能 我妈还在扎树胸里 你骗不了我 这么多年了 我一直像一只灰老鼠一样活着 我没有亲人 没有朋友 我不想再这样活着 但是我没有办法 如果我不听扎叔的话 我阿嬷就会没命 哥 我 我不知道 好了 你什么都别说了 扎叔让你来监视我是为了尽快完成任务 所以你不要再做破坏任务的事了 好吗 我真的没有把你和他的事告诉扎叔 我就是害怕失去你 失去我 你是我从小到大 唯一可以依靠 唯一可以信任的人 我就害怕任务结束 你不要我了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沙木林 你是我妹妹 永远都是 真的吗 今天不上班 今天听你有扣 立马乔婉就过来了 换衣服去吧 等一会儿 咱们今天换一种方式 我要给你公平地打一张 你又想耍什么花样 故意讨打 然后找老板告状 不是啊 上次就是 想让你做我的专职培练 其实也没有想告状 你到底想干什么 公平地打一张 我让你看看我的事 怎么样 我之前可是拼了闷子的呀 你以为你是方法教管用 疼疼疼疼疼 疼疼疼 超级警察 我想说 坚持十秒就算平均 我坚持了十二秒 何苦呢 这只是一场普通的比试 我不想让我喜欢的女孩瞧不起我 喝酒吧 刘瑞明 我不值得你喜欢 你知道 你根本就不了解我 是你不了解你自己吧 表面看上去凶巴巴的 其实内心真的很善良 我长得那么大 你是第一个快我善良 你都不知道公司其他人对我是什么样子的 他们都戴着有色眼镜看我 老板那么欺负我压榨我 他就会把我当人看 但是你不一样莫莉 你教不了我如何去反抗 如果不是你 我现在可能都不知道自尊心是什么样子的 所以莫莉你对我真的很特别 我 女人名 如果你愿意的话 还是把我当妹妹吧 拒绝别人最好的方式 就是任亲一些吧 你是我妹妹 永远都是 所以我们不可能或什么 我问你 一个男人爱一个女人的方式是什么 就像我一样 我每天脑袋里面想的都是你 起床想的也是你 我想看见你笑 想跟你一起训练 想跟你一起打拳 我脑袋第一件事就是想跟你在一起 莫莉啊 我是不是做得不够明显啊 我是不是做得不够明显啊 所以我 也许都被骗了吗 你说什么 莫莉啊 别跟着我 别跟着我 不够渐肥呢 这是卧龙坚果蛋汤 你好好地减什么肥啊 我师傅想我胖 现在到了我 还挺听你师傅的话的吗 现在 怎么很喜欢她 怎么可能啊 我怎么可能不喜欢她啊 姐 你刚才发什么歹呢 没什么 我问你啊 周晓珊的妹妹你很熟吗 很熟 她现在是我教练 她人怎么样 我觉得她人挺好的 反正跟我挺合得来的 外冷内热型的 她是周晓珊的妹妹 也应该生活在国外 她怎么会来这呢 这个问题我问过她 她说国内机会多 顺便过来找我生计 你都不知道 她适应能力特别强 她不按工作找到了 那男朋友都找到了 她跟你说的 我们现在可是闺蜜 她什么都告诉我 莫莉 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你不会是生病了吧 没有 我就是想问一下你 你姐的实验室最近忙了 因为我哥最近没空搭理我 我还怕她有事瞒着我 你知道这样我也没有什么认识的人 是能问你的 我姐他们实验室好像在申请专利 我想他们应该在忙这个吧 申请专利 我姐昨天就在捣鼓这个 神神秘秘 那你知道他们什么时候申请专利吗 这我不知道 怎么了 你有什么事啊 我就随口一问 那既然我哥忙 我就先不去找他了 等他忙完再说 我好像听我姐说了一句 说他们下周一好像要去提交 那个专利的材料 应该下周他们就忙完了吧 怎么啦 嗯 怎么了 看到一个花心男 那个以前是你哥的情地 我师父 旁边那个 好像是他的新目标 你为什么这么生气啊 你不觉得男人变得很夸吗 那时候追我姐 什么耗颜无耻的话都说了 现在还没到两个月 就一清别恋了 你姐不是不喜欢他吗 现在他有新的目标 你这么生气 好像他辜负的是你一样 你瞎说什么啊 我怎么会看着他这么老的 好 佳妮啊 这位已经麻烦你走一趟 广州里面临时有事 我跟孙蕾嫩也要过去 好 放心吧 怎么 实验出现问题了 没有啊 我看你 老航老 孙老师 最近一直秘密的开小会 是不是实验出现了什么问题 我们在讨论 下车中的法律 下周一要低调专利的事情 重受原计划的核心配方 已经完成了 经过调试 增加了缓势辅助因子 证明对癌症数有效 很奇怪的感觉 怎么了 我参与了整个过程 结果到最后配方出来了 我连具体的成分 是什么都不知道 周老山 如果说你知道配方 而有人愿意出高价购买的话 你愿意卖吗 怎么 有人要利用你 王老跟我说 曾经有一家跨国医药集团 跟我们接洽过 想要参与到项目的研发中 并且条件非常地优温 这也是我觉得奇怪的地方 虽然说标本生活 已经是国内 属一属二人医药企业 可是和那些国际医药剧头相比 不管是在科研环境 还是资金力度上 还是有差距的 王老为什么要拒绝 和那些国际医药剧头合作的 很简单 这是一家中子企业 科学无国界 跟我最开始的想法是一样的 怎么说 我也问过王老 科学无国界 为什么一定要执着于原计划的 中国制造的身份呢 王老跟我说 科学无国界 但是科学家是有国籍 当我们的国家能为自己的科学家 提供更好的平台和资源 让他们看到更好的前景 他们才愿意回到自己的中国 才能够把毕生的心血流给祖国 而不是在一国他乡的实验室里 做二的 甚至做出一些令人不耻的行为 所以您才坚持一定要将原计划 打上中国制造的烙印 没错 一个原计划 能让中国的科研力量 登上世界的平台 我们的科研人员 走到世界各地都有了底气 我明白 作为一名科研人员 如果做项目只想要自己 那仅仅只能证明自己的能力 那在我之后 将会有第二个第三个邱嘉宁 遭受到我曾经遭受过的区域 说得没错 所以既然是中国的项目 那一定要让这片土地上的人 先受益 嘉宁啊 你能有这样的觉悟 我感到很欣慰 这么说 王老是要把原计划打上 中国制造的烙印 没错 话说回来 邱老师你还没有回答 我刚才的问题 真的有人要利用你了 没有什么条件会让我心动 因为没有什么 会让我出卖我的热格 好 你呢 我和邱老师一样 我会和你一起守护原计划 暂时没有申请专利的计划 这很奇怪啊 王岐天可能是想扩大专利保护的范围 小沈 时间非常紧迫呀 我明白 诈说 来 茉莉 小沈她骗了我 亏跟你说 沈爷是没有申请专利的计划 但是求嘉欣 可能是我的消息 我不怕诈说 说不定 有个另一个打算 不 他骗了我 沈爷 听着你 下周一 必须动手 好 诈说 我按照你说的去做 都要是 怎么不想 我 永远都是 拒绝别人最好的方式 就是人气一气吧 哥 所以我们永远都没可能了是吗 如果没有求家你们 我们就不会变成这样 你怎么来了 喂 家宁姐 我哥生病了 你能不能来一趟 赵岳山病了 他没跟我说啊 他现在昏昏深沉的 我想干什么 我叫不醒他 你快来 好好把这儿回事 你想干什么 求家宁再去申请专利的路上 他肯定会带着配方来 你 你为什么骗渣叔 我自有我的打算 不管怎么样 渣叔现在不相信你了 咱们俩得好好配合 把任务完成了 这样渣叔还能原谅你 光临 他想干嘛 这杯水 一会儿让邱教宁喝点 两分钟之后药就会起 뭐가 他会昏迷 我们俩拿着配方 赵能远走高飞 疯了 给我 给我 我给 拿给我 我给 赵老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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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老师 怎么了 我没事 没事吗 是 没事 赵尼姐 你来了 快进来吧 赵尼 先喝口水 没事 你真的没事吗 没事 就 刚刚 刚刚我睡得太死了 茉莉打电话没找到我 以为我出事了 才给你打电话 睡觉 行 你快去工作吧 赵尼姐 实在不好意思 让你白跑了一趟 先喝口水吧 这个水凉了 我去给你换杯热呢 不用了 我还有事呢 我先走了 不上水安全 你也可以走了 疯了 我说过 我自己另有打算 你不想让邱嘉宁恨你 对不对 如果现在动手 你就是唯一的嫌疑人 你不想让邱嘉宁恨你 更不想让他知道你的正式身份 为什么 哥 你爱上他了对不对 是 我是爱上他了 我也不想他 但是我没有办法 你要去哪儿 杀了他 你疯了吗你 哥 你变了 以前你从来不会失手的 你现在快栽在这个女人手里了 我是一个人 我不是机器 我控制不了自己的感情 我不希望你喜欢别人 你不能喜欢别人 莫莉啊 莫莉 你的心思 我知道 我也知道知道 可是我没有可能 因为你是我妹妹 我不当你妹妹 我不当你妹妹 在我心中你就是我妹妹 我不 她等约过我来的那一刻 为什么一直在 永远都只有她一个人 没有什么先后 你现在就算是杀了我 我也会这么说 莫莉 我现在都控制不了 让我自己不去爱她 我怎么勉强自己爱上你 你听好了 我永远都是你哥哥 永远都是 好了 就要你的事情 你别再掐住了 周朗 你是贴了心要跟她在一起 我爱她 我爱她 那你阿玛呢 你有没有想过扎叔会在你对方 任我完成之前 扎叔不会对我阿玛同事 你疯了 我没疯 我清醒地喊 因为扎叔答应过我 只要完成现在这一段 我和她之间 再也没有任何关系 小伙子 我回来 你怎么这么结束 那就把我去阁锁了 你再抓他 你 crocodile 在什么地方 对不起啊 莫莉老师已经三天没来上班了 三天啊 她可能还笑啊 我们也不知道呀 给她打了好多电话都没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怎么不接电话呀 公司都说你三天不上班了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生病了 对不起 我也是着急 我带你去看看吧 不用了 找我有事 你别走啊 你就把我当成一个普通朋友 作为朋友 我关心你也是正常的 吃吧 我不饿 你别走 对不起 我当成一个 我怎么跟你说 你做什么 但我又会把你吃了 你做什么 我找的 跟你说 你过来 接吧 喂 王总 对 我请假了 现在 真的不行 你开除我就开除我吧 我受够 你今天是不是一天没上班 就为了找我 快吃吧 要不 一会儿放都凉了 李日明 我不知道你对我这么好 你根本就不了解我 我是个坏人 你知道吗 在公司的时候 不管是公司里的人 还是客户 他们呢 人前一趟 背后一趟 都戴上了美善的面具 茉莉你不一样 你跟他们真的不一样 你知道你 你每次跟我说的话 都是真心实意的 你不是坏人 你是一个好人 老板那样子对我 就应该对他不客气 这是你教我的 不客气 莫莉 对不起 我有点失口 我以后再也不会这样子了 在我没追到你之前 我根本不会再碰你了好吗 对不起 你相信我 你病还没好 先坐下来吃饭好不好 求求求你了 真的错了 你说得对 谁辜负我 我就对谁不客气 不客气 嘉欣啊 你们家秦升 最近是不是追求薇薇啊 走 他还怎么着怎么着 跟我没关系啊 你生气了 我生男门子气啊 说实话啊 我们一开始啊 都觉得你跟你师父 有戏 陈姐 你脑子离家出走吧 真没有 没有 我一个风华正茂的妙龄少子 他一个风猪参见老男人 可不可能合处 那就好 那就好 陈姐 你在跟我这傻徒弟说什么呢 笑得春风门边呢 去去去 别看我玩笑啊 外科有个医生 突然打听嘉欣 有没有男朋友 是吗 嘉欣你有男朋友吗 你有男朋友 你没有 他怎么可能有男朋友呢 他要有男朋友 他能天天在我面前溜达 烦都烦死了 你知道吗 行行行 既然没了 那我就去回个话 今日怎么样呀 就看他们年轻人 自己发展了 来 陈姐 我这傻徒弟的幸福就交给你吧 得嘞 小星星 会儿 早啊 想 templor 不想回头 不办 一iens 我们回遍来 别增加了吧 你不知道这事吧 他也不知道 我告诉你 我今天一定要告诉你 我一定要问你 嘘嘘 我决定 就是他 他 说什么呢 没什么 走 夏娇家出了这样的事你会怎么办 干什么你们 来 夏娇 你听说了吗 什么呀 希望他爸爸好像出事了 就是那个医药公司的王总 怎么了 说是商务贿赂 昨晚上正是被抓了 早 他爸做的事商店害理 枪毙都不过分 什么意思呀 怎么了 一大早扎着 你自己发了什么你不知道吗 我觉得发错了点短信了 你至于吗 你认识我 你不是我爸吗 你知道发生什么外交 胡说白道 我是不了解你爸 我也不认识你爸 但我了解法律呀 再说了 我说什么了 你有录音吗 你有证据吗 你家的事我听说了 还好吗 没事 如果有什么我能帮得上忙的话 尽管跟我说 谢谢 等一下 要哭的话 现在这哭完了再出去 被人看见会笑话的 久嘉年 看到我这样你很开心吧 别把自己想太重要了 我没那个时间 给 对 记得刚来的时候 你应该也和其他人一样 在背后议论过我吧 那个时候 你也想我这样躲起来哭吗 没有啊 我不会为对我来说 不重要的人哭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了 其实不需要怎么办 只要把自己该做的工作做好了 他们没有权利可以笑你 等两个月过去 他们自然在你身上 找不到黑笑的点了 就会把你的事情忘记了 嘉年姐 谢谢 谢谢你 我没做什么不需要谢我 我 我 我可以重新回到你座里去吗 我 我知道我之前有挺多事的做得不好 你能再给我个机会吗 帮帮我 我现在让你回来的话 在别人眼里 只是同情你而已 现在没有任何人可以帮到你 想要重新爬起来 只能靠自己 加油 以德报怨 可以报道 怎么你说的 好像我一定会答应谢笑笑 让他回到设计室一样 不会嘛 那我现在去告诉你 你看 我就知道你还是灰心人 邱嘉年 农夫和蛇的故事有听说过吗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其实谢笑笑这个人并不坏 现在他这样什么都没有了 要是我再不拉他一把 他就彻底垮了 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希望 才能够更好地活下去 是吗 那你准备怎么拉他呀 有一对玉米呢相爱了 就是他们决定结婚 然后结婚那天 有一个玉米 找不到另一个玉米了 这不玉米就和身边的报名花说 你看到我们家玉米了吗 报名花说 心爱的 我们家冲婚山了吗 发烧吧 你给你一口 还想吗 不是 不是 你这个一口 你这边都还想 这边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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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车 看什么看 发烧了啊 连这么胡 你干吗 动手动脚的 男女有别不懂啊 男女有别 兄弟 我是男的 你也是男的 你看看你 这有点女人味吧 你哪里没有 从上到下 从前到有 从走到有 哪儿都没有 你要干吗 完全在 我自然 我 死了 我们下车离我远点了 你也我想聆点见 一大早这么臭的脸 陈欣这是跟谁志气呢 孫老师 请进 孫老师 我有个事想跟你商量一下 可能要耽误你其他地方 好啊 请坐 是关于谢笑笑的 我希望她能够重新回到我们的娘妈团队当中 理由 你有兴趣听吗 其实我一开始的时候 真的不喜欢笑笑这样的女孩 她虽然漂亮 但是骄纵跋扈 可是后来不知不觉的 我就被她给吸引了 可能是因为出身的原因 她性格一直很内向 甚至有点压抑 所以笑笑的外向和开朗 就像一盏明灯 她让我觉得生活 其实可以是五彩斑斓的 所以我们的校园恋爱 其实有点青涩 但也很美好 可是好景不长 她的妈妈找到了我 直言得不会地说 我的出身和年纪配不上晓晓 所以你放弃了你们的爱情 宋老师 你爱她吗 我爱她 难道你不是更爱你的面子 你的尊严不是更爱你自己吗 我认为 爱是可以让一个人 变得更勇敢的 而你因为自卑 轻易地放弃了她 你说得对 我这些年来 其实想了很多很多 我觉得自己好像一直在逃避 这肯定不是一个有担当的男人 应该做的 所以是我做的 你能够意识到这些 我为晓晓高兴 好 我同意让她回来 但是有一个条件 她必须尽你的足 宋老师 给你一个将功不过的机会 谢谢 谢谢